花莲县南区辅聚中心是方便需要民众就能就近取得服务 并且免去周车劳顿 今年4月在瑞穗卫生所增设瑞穗服务据点 提供每周二上午的9点到11点的辅聚相关业务咨询跟维修 瑞穗乡卫生所前辅聚技师正为流行阿嬷维修轮椅 亲切的询问阿嬷轮椅的使用情况 也贴心提醒阿嬷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阿嬷的一句干温也到近了早期中南区缺乏维修资源下 都得大老远到北花莲市区送修的困境 由于相当不方便 甚至到最后轮椅坏了干脆直接抬酒换新 现在门诺南区辅聚中心在瑞穗卫生所铸点服务 民众更是高度肯定 南区辅聚资源中心治疗师李戴安表示 今年4月注点服务至今服务人次已超过150人次 每周二上午9点到11点就有专业技师注点提供包括辅聚评估 咨询租借以及预约检疫辅聚维修 提醒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直接到现场咨询 那我们南区辅聚中心其实在玉里光复路11号 有常设性的服务 每周一到五的上班时段 那我们在光复礼拜一早上9点到11点 在太巴朗的国小对面东复卫生室 也有提供光复据点的服务 门诺医院从2019年承接花莉县政府委托 在北区启用辅聚资源中心后 2021年将服务触角向南拓展 在玉里镇开设南区辅聚资源中心 结合光复瑞税等据点的服务 让有需要的民众都能够更及时便利的获得辅聚资源 记者是玉兰瑞税采访报导